其實我認識業牧師 剛才課程正不正? 講得正不正? 正啊! 我認識業牧師 我不是只希望聽他說課程 我是希望他實實教我們 如何跟神經理 這是我自己一直追求的事情 並不是說說完了 明天不記得 我們經常聽很多報道 我問弟兄有多少記得 因為我認識業牧師 在一個聖靈的聚會裏面 我覺得他說的話很實在 而是尊重他能夠教導我們怎樣做 因為我是做生意的 我見到這些我哪能放得過他 我當然是捉住他 我就親自打給他 我認識業牧師 我很需要你 不只是我需要你 我的弟兄也需要你 就是需要教導我們怎樣跟天父接近 怎樣跟神的關係 如果我們信耶穌沒有神的關係 根本就是白信的 只是信頭腦知識 所以我也邀請業牧師 去我們的團契裏面 教導我的弟兄怎樣去真正經歷聖靈 請我們的弟兄起床 雙人團的弟兄起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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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弟兄也在後面 今天呢 為甚麼我們來呢 因為我們很認同業牧師的課程 給了我們生命很大改變 所以我們就一起在課程裏面做同工 長話小說 我是雙人團契的 雙人團契用的方法傳福音呢 我們就是開餐會 報道會請人吃飯 那我們的課程是甚麼呢 因為我們全部是男人的 原來是沒有女士參加的 那男士說甚麼呢 誰知男士呢 很多事情是認聰明的 壞事不敢說的 我們就是剛剛相反 將我們的壞事告訴別人 我們未信耶穌之前 我們是甚麼呢 我們是有特興家庭破稅 有百姨拉 有種種很多 欠人周生債 生意失敗 這是我們的團契裏面 去告訴別人 我們就是經歷神的救命 我們了 我們就將這些事告訴別人 很多人聽到 很真實 因為我們生活的真實 所以很多人是信耶穌的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來講我自己 我覺得神是很真實的 真實到你 我知不知道怎樣形容 這是我的經歷 好事說 我是做生意的 我覺得神在聖經裏 除了教導我做生意 做甚麼都是教導的 我便領受了神 教導怎樣做生意 我便很奇妙 我便跟神祈禱 我便很想 我今年七十歲 這就是主題 我老婆便六十五歲 我們兩個都說 我們還想去創業 一個夢想 我便跟神說 我們怎樣去創業 我便去祈禱 我便去祈禱 神是很奇妙的 真的聽我們祈禱 我兒子開了一間美容院 他跟人做按摩 和做facial 專門做女士 男士不做 沒有交易 那麼 那個生意 就一直跌 他做 因為他第一間公司做了 賺了錢 他賣公司 他賺了百多萬 接著是深紅 想做一間 但是轉了環境之後 他做不到 他跌下去生意跌 他做了兩年 做了一年多 都是生意不好的 為了尊重合約 就一定要賣賣他 我跟太太說 即是看見我兒子 拿苦來生下豆 我跟太太說 不是 我們可以做生意 神教我們做生意 用神的方法 就一定行 沒有不行 我跟神祈禱 那是很奇妙的 就是 如果一個同事 就不做 我說太太 你不如去幫他 那我呢 我跟太太 我兩個孫 一人抽了一個 那我太太抽過 我又抽過 如果我太太幫他 那怎麼辦 不要緊 我說你去 我負責兩個 夠勇敢了吧 我負責兩個 那我太太就去幫他 那我們用什麼方法呢 其實神就是愛 我們關心來的客人 以及關心幫我們做事的師父 我們都關心他 跟他們建立關係 他告訴他 有些客人來到的 真是神皮苦面的 身心疲累的 我們會將 除了身體之外 將他們講的心靈上的 耶穌給他聽 有些就不太接受的 我們就輕輕進去 不敢亂來 進去的時候 他們真的去接受到 那些客人 也都看到很多 真是基督徒來的 我們在基督徒裡面 我們就將神的真實 告訴他 未信的也都告訴他 即是將他憂愁愁愁愁 不用的 你開心點 你相信耶穌一定行 他就想要回家會 你不用 你先跟耶穌說 祈禱 有什麼心事 跟耶穌說 帶他們進去 他們完全體觸 有很多問題 但這些 不是一下子可以改變得到 所以我想要找師父 就是這個原因 主要是說 他在過程中 他太太帶了他們 信耶穌 或者是靈命更生 那些人